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過高屏市以後 我是台人沒罪 我三人沒罪 囂張是人命如草芥 到底是誰如此狂妄 這個名字是不能出現在報紙上的 你一旦出現在報紙上 你明天會怎麼出來 你都不知道 不能說出口的三個字 連媒體的報導 都得戰戰兢兢 記者出院跑西國 旁邊有警車在跟 然後還有幾個報紙跟電視台記者 是穿防彈衣來採訪 因為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被開槍 沒有記者被追殺 警察天天家門口站崗 就怕出了意外 我雖然在平衡保存 我還拜託了當時 我的轄區的人 請他幫忙在我家 這個地方設了點 所以我那時候 我家有一個 有兩個人的警察 帶著一個廠商 去我家保護 保護我的家 就因為他 這個平東在美國80年代 永遠成了黑道的故鄉 剛才已經被 平東已經被人家形容 以前黑水門的信息 就是黑道的故鄉嘛 黑道治國嘛 整個平東就是黑道的 沒有記者 沒有媒體新聞自由 沒有警察 沒有檢察官 只有一個人是政太極 就是他 當初的平東縣議長的政太極 他天不怕 地不怕 就只是為了賭場糾紛 也何時玩伴 都可以開槍射殺 我跟你在鬥弄一隻小狗 你知道意思嗎 釀了一聲的就把他打鼓 警察怕他 媒體也怕他 連檢察官這政太極 都不放在眼裡 這個黑道議長 普通之下 究竟有誰治得了他 民國七零年代 黑道橫行 為了肅清黑道勢力 政府施行疫情專案 把大圍的流氓 通通抓到綠島管訓 當初只是夜市小混混的政策行 也因為涉及的殺人案 被抓得進去 沒想到幾年出來 政太極沒有改過 反而有了新的體認 疫情被抓人就有一個了解 因為出來就有機會要參選 與其混混到擔心被抓 倒不如漂白選議員 不但不用被警察追著跑 還掌握了警察 機關預算的生殺大權 就這樣政太極選上的議員 短短兩年 成了屏東縣議會的議長 就如同蔡世淵的觀察 政太極當上的議長 只要有人不順他的意義 立刻拳頭伺候 最出門就是那兩個民進黨議員的故事 那兩個在開會 就是不聽這個政太極 政太極火大就休息 休息五分鐘 十分鐘 那兩位議員到議長辦公室來 我們談一下 說是要到辦公室談事情 還要兩個人輪流進去 一陣子夾出來 第一位議員出來 他衣服還不整 還在那裡 他走著那這裡 議員就問說 發生了什麼事情 男議員不打 不打 我們就走掉 不打 不打 不打